所以有一个人经常跟台长讲 台长啊 我这是 很多人说台长啊 有的人经常骂我们怎么办呢 记住了 人家骂你 你不要去骂别人 人家气你 我不气 气出病来 无人气啊 你们已经跟我差不多了 我觉得以后要让你们上来讲了 有一个书生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喜欢僧人 他总觉得 哎呀僧人好像很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他就心里很不开心 有一次呢出远门 恰好碰到一个老和尚 因为要同往一个地方 两个人还接班而行 这一路上呢 这个书生啊 就尽量去讽刺 嘲笑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就假装 没有听见一样 对书生的污辱啊 这个 有时候讽刺啊 他无动于衷 他一直笑嘻嘻地走 快到目的地了 老和尚对书生说 小伙子啊 假如有人送你一份礼物 可是你拒绝接受它 那份礼物是属于谁呢 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那当然属于那个送礼物的了 老和尚 老和尚 微微一笑说 很好 如果我今天不接受你这一路上对我的辱骂 那你就是在骂你自己了 现在知道了吗 要善待他人 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要用智慧来解脱自己心中的烦恼 别人没办法解脱 你说你想不通 别人怎么来解脱 你要自己拿一把锁 自己把自己也是锁住 然后要自己找一把钥匙 把你的锁打开啊 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美丽和谐的世界 同时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有恶心恶行恶业 有缺陷的这个世界当中 这些缺陷往往不利于我们的生存 但是我们要活下去 我们要依靠别人的关心 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更需要是理解别人 要懂得爱惜自己的感情 要懂得精神的力量 所以学会照顾自己 照顾别人 学会苦恼的时候 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智慧 学会别人 如果你想让别人来赞赏你 你就应该经常地去赞赏别人 所以人与人的关系 相当于你的嘴唇和牙齿的关系 必须配合得好 否则你的嘴唇经常会被你的牙齿所咬伤啊 所以指责别人的人一定会被人家骂 经常搬弄是非的人一定会被别人诬陷 嫉妒别人成绩的人一定会悲痛会难过 所以学博的人要充满着爱 心中要充满着正能量 谢谢大家